2012年2月6日 在英国赛里大学的一届教授 线上搜索技巧的课程上 教授正在提醒台下的大一新生们 在进行学术研究时 尽量不要使用维基百科作为参考来源 为了说明这一点 教授选了个自己身边的例子 他说自己的一位朋友麦迪·肯尼迪 在维基百科上 把自己编辑成了电烤面包机的发明人 他的名字已经挂在上面好长一段时间了 你现在去查还是他 台下一名叫Alex的同学一听了兴趣 他打开电脑一查果真如此 出于好玩 他当时就把电烤面包机的发明者 改成了自己同桌兼死党 安文·马斯特克斯 并把自己的名字Alex 当成中间名放在了其中 当时他俩谁都没把这当回事 很快就忘记了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个词条本身就被污染了 他们只不过是把错误信息 更改成了错误信息2.0而已 啥时候等维基百科员发现了 就会自然而然的改成正确的发明人了 但这事儿并没有照着 他俩预想的方向发展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 他俩名字的组合 不断出现在各大报纸 头条 书籍 博物馆 电视节目 甚至苏格兰的公投决议中 期间这俩哥们只能傻傻地坐在电脑前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恶作剧 一步步自我进化升级 甚至到了2021年 Alex的头像还差点替代图灵 印藏了新版50英镑背面 接着我就带大家来一起回顾 这场荒诞离奇的维基造假事件 在Alex修改维基页面的几个月后 英国的《每日净报》 发表了一篇介绍英国发明家的文章 文中猎选了英国人的各种发明 例如喷气发动机 电视 吸尘器 洗碗机 割草机 以上这些都没问题 但编辑却把安文·马斯特克斯 发明的电烤面包机也放在了其中 文中详细描述了人们过去 是如何用刀或棍子刺破面包片 然后将它们悬挂在明火上 烤制金黄酥脆的 而发明家安文·马斯特克斯 则意识到新型高组电线 可以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来烤面包 并设计出了第一台电烤面包机 那更有趣的是 有人将这篇文章作为参考资料 添加到了安文·马斯特克斯的 维基百科页面下 看到这一切后的安克斯 真正的安文 以及他们的小伙伴都惊单了 安克斯想看看这个恶作剧 究竟能走多远 于是他在维基百科上 想一篇完整的 关于安文·马斯特克斯的生平 他以一种细腻的方式写道 安文是苏光安人 1883年秋天 开始在爱丁堡大学 自然哲学系学习 毕业后 他在一个地铁项目下工作 致力于研究一种 全新的地下照明系统 那某天安文下班后 在酒吧和同事聊天天时 提到自己上次架设照明系统 犯下了错误 他使用了大量含有镍的便宜导线 导致灯泡发热量极大 甚至把灯泡旁边的面包 烤成了棕色 那安文开玩笑就说 这玩儿就应该放在厨房里 烤面包片 同事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 就建议他试试看 那之后俩人一拍即合 接下来的日子里 俩人一下班就测到一起做实验 几个月后 世界上第一台电烤面包机 就这么诞生了 那这还不算晚 温哥给安文的生平增添戏剧性 艾克斯还为安文添加了一段 极其狗血的桥段 在电烤面包机投入市场一年后 引发了英国第一起致命的电气火灾 1894年 杰尔福德的一名妇女 在用他发明的机器烤面包时 机器元气件融化点了桌子 导致这名女性在厨房里窒息身亡 但事后 安文和他的同事都否认 这起事故与电烤面包机有关 他们反而在法庭上指责 该女子没有对电烤面包机的功能 表现出适当的尊重 当然安雷克斯也知道 无图无真相的道理 然后给电烤面包机的发明者上图 安雷克斯亲自上阵 让女友给他做了一个 19世纪流行的钢骨顶发型 并用PS给自己加上了黑白滤镜 并涂上了一个一眼假的鬓角 当时他手头没有衬衣 只能把图片脖子以下 做了一个类似照片 被撕掉一半的效果 事后安雷克斯真正的安雷 以及他们共同的好友们 都觉得这照片实在也太假了 而且你写的这个生平都啥玩意儿 估计新页面 很快就会被维基百科的审核员拿下 但事情再次传着 他们预想的反方向发展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大量网站都报道了 带发明家安雷马斯特斯的故事 包括BBC和华盛顿时报 这样的大机构 而这些机构的报道 又被维基百科当成了信息员 来印证安雷马斯特斯的真实性 完美的形成了一个闭环 几年时间里 世界各地的出版商 发现了几十本不同语言的 介绍安雷发明电烤面包机的书 在美国的一所大学 艺术生们抓着围基上的图片 为安雷打造了一座雕像 一家博物馆也声称 安雷是烤面包机的发明人 在安雷马斯特斯所谓的祖国苏格兰 他俨然已经成为了某种民族英雄 苏格兰人报上 刊登了一篇名为 苏格兰美洲事实 电烤面包机的文章 详细描述了他的发明 苏格兰一所小学 还以特别纪念日的方式 向他致敬 当天学生们会在老师的带领下 认真学习 暗文发明电烤面包机的故事 在课外活动时 为吐司面包上册 用恶高积木搭建烤面包机 活动结束后 还要写不少于六百次的读后感 爱丁堡的厨师斯科特·史密斯 在参加BBC著名烹饪节目 Great British Manual时 特意创作了一道甜点 来致敬自己的老乡 苏格兰政府的品牌苏格兰网站 也将电烤面包机 列为该国的创新和发明精神的代表 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之前 暗文被誉为苏格兰独立成功的原因之一 苏格兰政府资助的一个组织 直到前阵子还在不遗余力的宣传他的故事 英国一家面包公司 在国家吐司日还发推感谢他 并温馨的给他的照片 披上了衬衫 就像开头说的 当2018年英格兰银行 甚至把暗文麦克马斯特斯 提名为了新版50英镑纸币背面的人物 但好在这个名额 最后给了另一位暗文 伟大的理论计算机科学之父 暗文图灵 最搞笑的是 真正暗文马斯特斯的父亲也被愚弄了 一天他和自己儿子在吃早饭时 突然若有所思的和儿子说 或许咱家老祖宗 就是那位发明电烤面包机的家伙 也说不定呢 那这事是怎么被揭穿的呢 也特别有戏剧性 在事情过去快十年后 2022年7月 一个15岁的英国少年亚当 在上一门摄影课时 他的老师也提到了 暗文麦克马斯特斯的故事 那他呢和十年前的安里克斯一样 也随手搜索了一下维基百科 那亚当当时的第一感觉是 这配的照片也太不自然了 感觉像是屁的 回家后呢 亚当就在Reddit上发了一个帖子 讨论这张图片是伪造的 但此时的他啊 并没有怀疑描述网里的文字 那他这个帖子算是提醒了广大网友 很快这个帖子就被转发到了一个 专门批评维基百科的问坛上 在不到24小时内 他们就发现这个图片 是用麦克电脑的PSP的 随后他们封锁了暗文马斯特克斯 这个页面的编辑权限 一个星期后 文章顶部被加上了恶作剧的标签 那再之后呢 安里克斯的维基账号也被封禁了 那又过了一个月 这个专门批评维基百科的论坛 对安里克斯本人进行了文字采访 BBC也对这事做了跟踪报道 整个事才进入到了大众视野 紧接着人们纷纷转载和讨论 究竟是为什么一个不算精心的策划 一个欧动摆出的词条 一张PS痕迹这么明显的照片 一个15岁男孩都能看出断尼的恶作剧 就这样迷迷糊糊的传绷快十年 期间却没有人发现过呢 那这个问题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打在评论区 安里克斯和真正的安文马斯特斯 现在仍是维基百科的忠实用户 真正的安文 现在仍是兼职的维基百科编辑 在上面写文章和纠正错误 他说希望以这种方式 造成的损失 不过他现在只敢匿名登陆 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到 他觉得大概率 如果维基管理员 知道哪个账号是他的 一定会把他的账号给永久进封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 作为一个在工作上 极度因爱维基百科的 忽言网内容创作者 有一说一 其实维基的准确率已经相当高了 毕竟维基光英文页面 就有650多万个 常规的编辑家志愿者 总共也只有12.5万人 而且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用爱发电 已经相当牛批了 那你像这个事 还有折毛事件 其实都是小概率事件 但由于维基实在太过庞大 要单说维基上出现过的事故 说让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那我手头还压着好几个 没人做过的选题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以后可以慢慢做 那么视频最后的最后 到底谁才是 电烤面包机的真正发明者呢 BBC的记者事后 与欧洲和美国的烤面包机收藏家 以及在家电方面 有专业知识的博物馆馆长 交由过 那根据多个信心来源 第一份商业上可用 且成功的烤面包机专利 是由冯安克·谢厄 代表美国通用电器公司 于1909年提交的 那这款名为第十二的烤面包机 被认为是第一款商用的 电烤面包机 那至少现在啊 这是互联网上 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这一切都是你 听到什么 你 而成功的